旺角窩打露到這堆矮小舊樓群 聳立著這棟大樓, 它落成接近十年 不過不少街坊都說 不知道它的實際用途 你不要察覺它起了多久 都是這一兩年吧 不太清楚, 不過可能也有幾年 知道它是什麼嗎? 不知道 怎麼看見? 例如見小學? 不像, 像辦公大樓多一點 通常是幾層而已 其實不要說小學 一般學校都是幾層 小學怎麼會這樣? 小學最多就像這些六、七層 不像很多人上學 或者某段時間很多人出入 或者是夜校, 完全不是那些… 它上高應該是培政小學 可能有份建設這棟東西而已 但是這棟, 我知道它不是學校 不是給小學用 這座確是由這間八年名校小學的 辦學團體在2006年左右籌見 2014年落成 樓高15層的K座大樓 不過有報料者就跟我們說 說大樓落成至今 不少時間、不少地方 學生都甚少可以使用 有學生還說大樓很神秘 不知道有什麼用途 有進去上學嗎? 小學生? 沒有 你在這裡上學這麼久也沒進去? 沒有…應該沒試過 以前是學生不可以自己上去 要老師, 但現在好像有些課外活動 是會上去的 其實我不知道它有多少層 我不知道有多少層 底有多少層 好像很厲害 會不會覺得很神秘? 會 連自己的學生也不知道大樓有什麼用 看看學校網頁的介紹 大樓地下至七樓 主要是禮堂、體育館和運動室 八樓以上就是演講廳 多用途活動室和教員室 至於用來上課的課室 似乎就一間都沒有 不僅大樓設計用途令人廢解 連大樓是蓋了多少層 有校友都說一頭冒水 原則上, 它蓋的時候 高度我稍為比這座高一點 大約六至七層 是 現在你會看到差不多翻整背 羅先生說 校友和學校的關係 但是向來都好像一家人一樣 校內不少設施 都是靠校友合力捐錢興建的 所以06年校方說 想將只得一層的均形式 舊禮堂擦卸重建 大家都很踴躍捐款 他就說禮堂要拆了 那地方要建新的大樓 校友很少會干涉他怎樣建 私人知道他在一個小學大樓 是被培政小學用的 校友說當時收到的訊息 是要建一座具備各種設施的 小學校社和教育中心 一心為及私底妹 當年一夫八應 有校友甚至捐了千萬以上 來建這棟大樓 建一座樓 起碼要兩、三年的時間 我們知道他一邊做一邊捐錢 那我就一邊呼籲校友 一邊去做 不過工程做一做一做 有校友發現有些不對勁 從一些消息就是 建築費由一億多 跳到二億多 校友方面不知道通常都是… 是否建築材料或有25 後來聽說可能改職 消防條例好像不太適合 很多阻滯 結果是工程25 後期再從一些途徑知道 那個職由八樓 改了到十五樓 在期間裡 這些消息慢慢慢慢… 滲出來… 幾經波折,大樓在2014年員工 不過就比預期起高了很多 校友說八絲不得其解 因為原本打算給小學生用 我也本身是一個小學教師 也知道不會起這麼高吧 你給小學用 但出乎意料就是他到十五樓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按照教育規例 除了天台操場四周的戶場外 校舍的任何部分 都不得超出地面二十四米 大樓樓高十五層 明顯已經超出規例一倍了 雖然條例都附帶定名 說常任秘書長 可以參照消防署署長的意見 授權使用校舍部分 位於高度超出地面二十四米的位置 不過為什麼要升到這麼高呢? 這樣也不算了 校友覺得更離奇的還是… 後期聽到他大樓的名稱 就叫做培政專業書院 這麼奇怪 因為當時只是給小學用 為什麼會有培政專業書院 這個條例出來了? 原來有間專業學院 座落在小學裡面 校友有份捐款興建的新大樓 看這張據校友說 在2010年後才出現的 專業學院籌款單張 的確提到校舍將落戶基座 大樓的八至十五樓 不過最奇怪的是 羅先生說很多校友 根本連這間學院都沒聽過 我們也問過不少家長 他們也似乎不太清楚 聽過幼稚園小學、中學 就沒聽過其他 有聽聞過這棟大樓 是用來做專上學院嗎? 那也沒有 那也叫培政 應該也有關 事實是 這間源自廣州的八年名校 在1933年來到香港開分校 自1952年起 以信託形式交由辦學團體 香港浸信會聯會管理 而這間專業學院 是由這個辦學團體 在2000年左右成立 嚴格來說 跟這間名校沒有直接關係 不過因為同樣叫培政 不少家長跟校友 才以為兩者有關 如果校友的初心 是捐錢給小學建大樓 為何建成了 又會讓另一間專業學院使用呢 培政職業學院 不是我們的家庭學院 為何要特地給他像度身病 做的呢 那些錢應該是給小學用的 這不是應該違反了 初初建樓的原意 如果不是給培政小學用 或者培政自己的學生 就可能也不太贊成 始終在他們自己的校園裡 希望可以用在他們自己的學生 正正因為這樣 各地校友聯署反對 校方在2014年也先後作出回應 首先同意大樓的使用優先權歸小學 而那間專業學院 亦不會在2014至2015年到遷入大樓 隔幾個月,更出聲明說 這棟大樓的管理及使用權 全歸小學 日後長地出租 所有收益全數撥歸小學 去年七月 辦學團體還將專業學院改名 棄用培政兩個字 撇清跟這間名校的關係 雖然如此 但建的大樓又怎麼辦呢 建到十五層高 在教育規例之下 小學生是否難以使用 不用嗎 又白白浪費了校友的過益捐款 只是用八樓以下 合乎規例高度的設施 又是否辦法呢 我們問過小學生 他們都說近期的確多了活動 在大樓進行 這些意識其實會在那裡舉辦 每個星期三會去那邊 我會去那邊上課活動 很多個活動 體操 就算用, 可能還是集中在低層 那麼高樓層又有什麼用呢 八樓也是一個工作室 現在的同學會、月會 都在那裡進行 再高一點的話 樓層大約有兩層 就已經改變成為 教職員的辦公室和休息室 不過, 我們看看小學 今年出的校刊 說有些課外活動 都會在大樓八樓以上進行 小學生在那麼高的大樓 想課外活動 究竟有沒有問題呢 就著大樓現在的使用情況 我們向校方查詢 不過, 他們就透過律師 回覆我們說 大樓正進行多宗訴訟 不適合公開評論 我們再去信教育局 局方重申 根據教育規例279章第七條 校舍任何部分 不得超出地面24米 除非得到常任秘書長 參照消防署署長意見下的 書面授權 而攝氏大樓 是香港培政小學 其中一個註冊校舍 已經由多個政府部門 按照相關法例及規例處理 教育局亦就此向學校 展明其使用條件 究竟有甚麼特別的使用條件 會否是指限於哪些流程位置 指限於某些年紀的學生 指限於進行某些課外活動 我們再追問局方 但只得八個字的回覆 本局就此沒有補充 這些具體條件 為何要避疑不宣 而不是公開透明 讓學生、校友以至大眾都知道 在珍貴地段上的一座大樓 是否已經勿盡其用, 做福學生 沒辦法了 現在這座大樓 真是那幾層 真是好像雞辣一樣 食之無味, 喜之何色